習受刺激要見普京 專家說中共是末路狂奔 加密貨幣牛市重來 機構投資者重返比特幣 中共開放未婚生育 專家說病急亂投醫 馬斯克將見推特萬能之富 包括加密貨幣 徹底封禁 未停止辦法出口華為許可證 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財經熱點 我是葉曼峰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1日星期三 以下請收看新聞詳細內容 俄國媒體1月30日 引述俄羅斯外交部的消息證實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將會在今年春季出訪莫斯科 並強調 這個將成為俄中兩國關係中的重頭大使 有分析認為 習近平是受到麥卡錫訪台的刺激 所以要去見普京 也有專家認為 中共現在無路可走 外交政策非常錯亂 最近的種種外交表現就是末路狂奔 根據俄國官媒塔斯社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 去年12月和習近平進行視訊會議時 就邀請習近平今年到莫斯科進行國事訪問 而俄外交部也發表聲明表示 中俄將在新的一年攜手進一步 加強兩國政府雙邊關係 中共元首的訪問 將成中俄兩國重頭戲 深化雙邊全面夥伴關係和戰略合作 南華早報則比出普集會具體的時間 習近平將會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周年 也就是2月24日前後訪問俄羅斯 報導稱此行將被視為北京公開展現中俄團結 而對俄國外交部的聲明 中共外交部還沒有作出任何回應 路透社的報導說 中共官方至今沒有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進行譴責 而俄羅斯面對國際制裁 也將注意力轉向實現 和中國的貿易額達到2,000億美元的目標 之前俄羅斯媒體報導說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將於2月20日訪問莫斯科 並與俄方已定訪問議程 俄國媒體稱王毅將討論習近平訪問莫斯科的相關準備工作 習近平將要去俄羅斯訪問的消息 引發推特網友熱議 很多人表示 普京現在是想拉一個人來佔背、分擔罪過 資深評論員張天亮在他的YouTube頻道中評論說 習近平 他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為兩國元首見面之前 有高級官員當前鋒 這是外交慣例 王毅下個月會先去莫斯科 很可能就是為習近平當前鋒的 他說 還有一個原因 美國新任議長 麥卡錫要去台灣的消息 令到習近平受到刺激 習近平這次去俄羅斯 也有些示威的意思 但是這樣一來 習近平也將他之前想要發展經濟的 戰略部署打亂了 之前習近平和新任的外交部長秦剛的說話都放軟身段 習近平也派柳鶴在達玉斯喊話宣稱中共一定會堅持改革開放 如果這次習近平去俄羅斯 他之前的一切努力就白費了 只能令到歐美更加不信任 後果就是 歐美將與中共進一步脫歐 還會更加加強與台灣的夥伴關係 張天亮認為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混亂 不可控也不可預測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誠 亦持有同樣的看法 他1月31日對《大紀元》表示 如果習近平與普京再會面 等於中共外交政策非常錯亂 他說 我認為就是一種錯亂無章 沒有頭緒的狀態 一方面說是要與美國改善關係 美中關係要回歸正軌 另一方面又被查出國有企業偷偷支援俄羅斯 然後他現在又要與普京見面 這是互相矛盾的 既不會增加國際對他的信任感 亦不足以掩飾國內的危機 根本就是一個無路可走的末路狂奔的現象 我認為習近平現在是要尋求一種外部資源 來掩飾內部層出不窮的危機 今年比特幣交易價格大漲 吸引了大量機構投資者 再次涉足加密貨幣領域 1月29日全球市值排名最高的比特幣持續走高 最高突破23,000美元關口 從年初至今 比特幣從16,000美元飆升至23,000美元 整體帳幅接近四成 根據歐洲加密貨幣投資公司 CoinShares的數據 受投資者稱來的數字產品 上星期流入的金額超過1億2,000萬美元 創下去年7月以來的最大的單州增幅 其中比特幣最受歡迎 基金投資的金額佔了近99% 目前加密基金管理的總資產已增加到280億美元 比2022年11月的低點上升了43% 當時正值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市場 FTX集團破產為整個行業造成衝擊 這次市場反彈 以及可能改善的宏觀前景 給了投資者信心 他們認為加密貨幣漫長的冬天 可能會很快就過去 而牛市即將到來 富達數字資產公司 Fidelity Digital Assets的分析師說 如果通貨膨脹的高峰確實已經過去 那意味著美聯儲加息周期接近尾聲 長期利率可能會走低 這亦預示 比特幣等資產將會面臨積極的宏觀前景 加密貨幣交易平台的分析師則認為 有跡象表明 距離紅市結束已經不遠 短期投資者出售比特幣獲利 而長期持有者仍堅定持有 並沒有出現太大的拋售壓力 以下的新聞是由本台記者黃曉採訪報導 中國四川省衛生健康委員會近日推出 四川省生育登記服務管理辦法 取消生育登記對象 是否結婚的條件和生育數量的限制 該措施將會從2月15日起實施 消息引發社會各界熱議 網友紛紛發帖表示 小三有市場了 全亂了 還有些說 這是因為中共面臨人抗資源危機 擔心韭菜 摺不上了 於是吹生嬰兒了 四川官方說 這不是鼓勵未婚先印 而是保證未婚先印人群的權益 中國國家統計局1月17日公布 中國人口2022年底14億1200萬人 減少了大約85萬 這是60年來官方首次承認出現人口下降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中國人口問題專家 易富賢認為 中國人口早已出現負增長 現在實際人口不到12億8千萬 中國人口的持續減少 必然導致經濟疲弱 製造業和養老危機不可避免 原北京律師賴建平31日對希望之聲說 他現在是病急亂投醫 只要能生的就生 不管你用什麼手段 為了達到目的 拋開所謂的政策倫理道德 所有的條條框框都不理都不孤立 原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李玄華認為 中共朝令夕改的面目完全暴露無異 之前殺人的所謂計劃生育 到現在的徐扁生 一切都是為了政治需要 而不是從珍惜生命這個角度去考量政策 前後貫穿地看 就能夠看出他制度的惡 出發點的惡和過程的惡 李玄華表示 其實這個政策並不能夠改變中國人口下降問題 他對希望之聲說 因為農村要生嬰兒的 鐵鏈女都生了很多個子女 你登記不登記都是無所謂的 很多人不生子女是因為他現在負擔不起 他自己都供養不起自己 他更不想供養下一代了 所以這些事情在他原來的政策管束下沒有起作用 就是說他現在開放依然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賴建平對希望之聲說 這些微調會有一些起到鼓勵、促進的作用 但是他不會從根本上改變 因為人的基本生存環境、生存條件、個人的生育價值理念 這才是起絕對作用 賴建平認為 現在很多年輕人從結婚、買樓到生子女全面躺平 什麼都不做是有社會原因的 因為共產黨的政策導致社會在各個方面的分化 機會不均等和分配不公 有特權的一路綠燈 沒有特權的人在社會低層艱難求生 所以他們被迫躺平 中國的貧富差異相當大 很多中國人在醫療、教育、養老方面都沒有任何保障 而西方社會,比如加拿大 很多社會福利是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 據《金融時報》1月30日的消息 推特公司目前正在建立一個新的支付系統 使用傳統的法定貨幣到加密幣 變成一個萬能的應用程式 目前推特允許用戶為部分服務付費 比如在帳戶上添加藍色歐號的付費訂閱 不過一位匿名知情人士透露 該公司的總裁馬斯克表示 希望新系統能夠首先支持法定貨幣 提供點對點的交易 儲蓄帳戶和借記卡的等金融服務 但之後也可以涵蓋加密貨幣 消息出來後重新研點了加密幣愛好者的熱情 盼望推特能為數字資產提供更多用途 尤其是99幣 因為馬斯克是99幣的長期支持者 消息一出 99幣在過去24小時內上漲幅度超過10% 星期二的價格一度超過0.096美元 自去年11月接管推特以來 馬斯克一直在探索將該社交平台貨幣化 並重新設計支付系統 推特還申請了支付業務 計劃在全美及多個國家進行貨幣服務 據報導 推特正在開發一項硬幣的功能 允許用戶使用法定貨幣購買虛擬的硬幣 來支持平台上的創作者 不過在現階段 暫時還沒有涉及加密貨幣的支付 資訊人士透露美國政府已停止 向美國公司頒發出口給華為的許可證 此舉朝著全面禁止向華為出售美國技術的方向迷進 幾位熟悉政府內部討論的人士 向金融時報透露 美國商務部已通知一些公司 將不再授予向華為出口美國技術的許可 此舉標誌著美國政府 壓制中國科技公司的最新舉措 美國國家安全官員認為 華為等科技企業 在幫助中共從事間諜活動 致父CNAS的技術專家 馬丁拉斯·Martin Razer表示 最新行動是真正意義重大的舉措 過去幾年華為涉足新領域 例如開發海底電纜和雲計算 引發新的國家安全擔憂 多年來華為一直面臨 美國對5G和其他技術項目的出口限制 但美國商務部官員也授予一些美國公司 向華為出售某些商品和技術的許可證 一位知情人士對路透社表示 美國官員正在制定一項新的正式政策 拒絕向華為運送物品 其中包括5G級別以下的物品 包括4G物品WiFi 6和WiFi 7產品 人工智能以及高性能計算 和雲項目等商品和技術 以上是今日帶給大家的新聞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點贊、留言和訂閱 更歡迎你轉發 這樣也是對我們極大的支持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